大家好 我是久某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水草缸的朋友們 一定會常常有換水這些事情 可是換下來的水我們通常都是把它 倒掉 我覺得很可惜 所以我把我換下來的水 全部拿去養成綠水 養成綠水之後呢 我再用綠水去養我的水藻 我的水藻再去給我的魚 吃也比較不會浪費 那我帶大家來看看 我的綠水跟我的水藻 今天這是我家三樓的陽台 然後這是 這是不要的桶子 裡面會放這個 魚缸內常常會有這種 這是裸 是裸 魚缸常常會有偷渡客 這種東西會跑進來 我就會把它丟到這個缸子裡 因為他裸他會去吃那個 附在這個牆壁上的藻類 綠水的成分就是綠藻 綠藻 如果你太長時間不去動 那個缸底的話 他會附著在這個缸壁上 你看喔 這個缸壁是不會滑的 聽得到聲音吧 奇怪奇怪的齁 這裡面都不會滑 長長的去把它攪拌 讓裡面有氧氣 然後你的綠水才會 活得比較健康 然後會越來越綠 你養在戶外的話 會有麻煩的問題就是 你可能會有蚊子 來這個綠水裡面去繁殖 然後長成絕絕這樣子 可是不用怕 因為只要在裡面丟一隻兩隻 那種豬井裡啊 或者是孔雀魚 就不會有長藻 解決這個問題了 我們的綠水 你可以繼續看看 你看我的手 還滿濃的齁 養水藻的時候 綠水就是稍微綠綠這樣就好 你不能很濃的綠水喔 很濃的綠水你的水藻 會死掉 因為他晚上的時候 綠水會 會吐出二氧化碳 你的水藻會窒息死掉 所以不能太濃 然後我上面會放這些 這個補品是為什麼 你知道嗎 因為他的根部 他的根部會產生呼吸作用 所以他的根部 會帶氧氣到 這個鋼子裡面去 所以你的綠水 會比較有多的氧氣去呼吸 然後魚都沒有 就是一灘水的話 你的玉水很容易發臭 就比較不會像這樣 完全沒味道 魚剛換下來的水 就直接漏到這個裡面去就好 很多養分的 就足夠他去 這些綠藻去繁殖了 我把它管子 牽了一個打氣機 然後這裡給你放了一個打氣管 這個也沒有在用 把它分成兩個這樣去培菌 然後我裡面已經有放豬井裡 放了幾隻豬井裡在裡面 他會去吃裡面的蚊蟲啊 蟲子啊 絕絕他會去吃 量不多啦 放一兩隻而已 有這個有在打氣的話 它循環效果會更好 你的藻會更綠 我們的綠水啊 用來養這個水藻 我會先用這個 這個比較大的 這個孔徑比較大的 然後就剩下這種 比較小隻的 它就會跑到這個裡面來 這個就是比較小隻的 這剛出生沒多久的 然後這個裡面就是比較大隻的 然後藻大概 它的生長周期大概只有7天左右 那7天左右它就會死掉了 長大的藻 算是成藻吧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最大隻的 有沒有 那我抓一些小隻的給你們看 看到嗎 很小隻就對了 它大小差滿多的 比較大隻 我會把它繞去餵那個 鬥魚吃這樣子 然後小隻的就讓它 就可以再繁殖了 這些是小隻的 這個是大隻的 它的水是今天剛換的 很明顯你看它這個水 就比較黃了 所以它吃的比較快 所以它顏色會淡比較快 然後這是小隻的比較慢 這顏色變黃的時候就要換水 就是直接換成那個綠水 不用吝嗇直接換 因為我們換水大概7天換一次 這個綠水很快就又有了 所以這樣就是一個循環 就可以利用了 好我們現在來去餵 鬥魚 鬥魚 你看它這隻要餵它 你看 好兇喔 好兇喔 沒有啊這隻大家要餵它 超愛吃的你看 很不錯的耶 直接咬吸管的耶 其實鬥魚很愛吃是很活體的 沒有沒有 吃的多開心啊 好啦以上就是今天小小的分享一下我們 魚高峰下來的水 那我們希望大家可以有效的利用水資源 這樣這個水啊 你是不是變黃了 你也可以再過濾再倒回去那個濾水裡面去 讓它再繼續繁殖都沒辦法 假如你比較不想浪費水的話 都可以利用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拜拜 拜拜 好拜拜 拜託 明天 我們會不會想到你 我們會不會想到你 你就是你 我們會想到你